新北市原民局運用公益彩券 盈餘分配的基金 在去年底擬定三百五十萬元的 新北市原住民族福利網路行銷計畫 希望建構都會區原住民的服務 關懷網路 其中規劃要以一百九十多萬元 來設置兩百四十五處的愛家 備服務據點 來協助族人 來發掘日常生活 或是就業問題所需要的協助 個案來通報給新北市原民局 不過在新北市議會議員審查 預算時發現設置了 兩百四十五處服務據點中 有列入檳榔湯 每個月補助一千元 共計八個月 召集人 新北市議員周盛考痛批 認為原民局這樣的補助會 誤導大眾將原住民都想成愛吃檳榔 退回預算要求重新修正 也不認為檳榔湯是可以作為宣導 或是執行教育訓練的據點 新北市原民局局長陳碧霞表示服務據點除了有教會協進會同鄉會串聯之外 當初會把檳榔湯列入各區服務據點是因為都會區沒有所謂的實質部落 也考量許多族人在工作之餘會在主人開設的雜貨店或是檳榔湯來聚集做資訊交流的平台 對於個案的發掘和通報新北市原民局有一定的注意 畢竟而擬定補助經費 在那個檳榔湯算是一個據點 他不一定會在那邊喝酒 也不一定會去那邊去買檳榔 他就是一個一個一個據點 很多這個原住民到都會去來打拼 其實工作之餘了以後 其實會到檳榔湯這邊 打聚會 聯絡感情 甚至是在這個檳榔湯裡面 也會跟這個會討論到一些公共事務的議題 陳碧霞強調原住民族人去檳榔湯 未必是購買檳榔 而是都會區族人常聯絡感情的一個據點 還是希望能夠將檳榔湯 納入愛加倍的服務範圍 可以提供需要協助的族人相關福利 就業資訊的交流平台 目前也已經協請新北市各區的協進會 針對原住民族人所開設的攤位 做訪查後進行計畫重新修正 再送議會審查 記者